佛山作為嶺南文化的重要發源地 除了有豐富的歷史文物 非物質文化遺產亦多達196項 他們是怎樣保育和傳承傳統技藝的呢? 今集讓阿欣帶大家看 佛山蟬城政府在不同的文化景區都有劃出特定的區域 以特惠的租金邀請非為傳承人進駐 並為他們提供藝術創作和展銷的空間 方便統一管理同時打造一個非為原區發揮協同效應 這次我們就拜訪一下微雕技術的傳承人 歐白昭、歐師傅 縮龍成串 這麼大的船都放得這麼大 裡面都做了八具私人物 船都是用桃茄的 為何用桃茄呢? 因為你現在用完泥做完之後就要去燒 燒完之後就會變成這樣 這個就是燒製好的 那個展示給人看 聽歐師傅的介紹 微雕是塗素藝術的一個分支 講究逼真的人物和山水刻畫 以及整體元素布局 追求以小見大 在方寸之間被人領略到風土人情 欣賞到山川之美 阿欣都被歐師傅的作品吸引了 忍不住買一個一帆風訊回去留念 第二站就帶大家來到賽里佛拳館 不過不是去打拳 而是在這裡做功夫推立 不少人都會要算背痛 阿欣都有一個肩頸痛的問題 我來到佛山這裡 遇到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一定要親自試試 亦都給大家看 這裡就是賽里佛的功夫推立 大家都知道賽里佛是打功夫 所以打完功夫之後 很多時候都會周身酸痛 所以他們這裡也融合了醫療的作用 所以我現在馬上試試 我現在開始了 好 師傅 好 什麼感覺 酸痛 因為酸一般就是血氣不足經落通 酸就是血氣不足經落通 嗯 我很受力的 你大力一點也不怕 不怕 感覺很好 按完感覺整個人的血氣都暢通了 真的很舒服 好 謝謝師傅 剛剛感覺到主要都是用按壓 油的方法 大家看到這裡 想知道真實的感覺是怎樣 自己上來試試 好 我繼續 那為什麼功夫推立特別具有療效呢 一齊聽聽師傅怎樣說 我們功夫 你知道功夫是怎樣 為了制敵 所以對人體的各方面 結構 好像肌肉那些 怎樣去使得更加好 去舒緩肌肉的宣奉 所以他們會學功夫人 理解不同的角度 相信大家都知多了很多 有關佛山蟬城區的生活 阿欣都希望繼續回來拍多點的影片 讓大家知道多點 可以一齊下次約一齊 回來佛山蟬城這裡 考察一下這裡不同的地區 和感受一下這裡的生活